哈啰 你好 我是Linta 你今天也可以叫我Auntie Linda 今天呢Auntie Linda 是来这边拯救所有的 啊boys跟啊girls 很多人请教Auntie 问Auntie 我要怎样让我的大学生 更充实 你们找我就对了咯 你呀 你来这边做什么 to study 所以 读书啦 首先呢Plan out你的semester咯 确保你知道自己在读什么课程咯 你可以安排一个学习计划咯 然后呢 从中设下你的目标咯 如果你话话很丑咯 不用紧咯 因为那个不是重点咯 重点是你也可以设下 让你达到目标的方法咯 这样呢 你也可以review你的表现 然后也可以从错误中学习 进步咯 哈 千万就不要临时抱佛脚咯 最好呢 就是在week one开始呢 就有一个study schedule咯 啊 像这样咯 啊 Now you think 啊不用紧啦 我还很年轻啦 没有睡觉哦 都还是很健康咯 等到你好像我这样老咧 你就懂了 Well 我知道 现在的大学生啊 最喜欢做一些事情的 就是skip class啊 然后交朋友啊 你帮我签名 你帮我签名 你知道如果你break down 那个学费下来啊 一堂课是多少钱吗 你不要够做那个skip class啊 老师讲课你就给我听咯 老师讲什么你就写下来咯 因为那个是其中一个 学习最快的方法咯 啊 look around 啊你看到什么 啊 人咯 说 啊 所以咯 如果你需要帮忙咯 啊 就要向人家求助咯 啊 因为你在大学了 啊 你就是大人了咯 没有人会babysit你的咯 啊 所以不会就 问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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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看看你的大学有这个吗 啊 有这个吗 啊还是有这个没有啊 啊 啊在inti这边咯 啊他们用着这个叫我blackboard的portal 啊 啊 让你可以啊review一下你的学习进度 然后呢 你也可以去看回你上完的所有的课程啦 啊 so that呢 你可以呢更清楚的了解自己的表现啦 啊 哎哟 我这些technology一流啊 哎 I still remember啊 啊 去十年前啊 我还是一个大学生的时候啊 啊 啊我很noop的咯 我就是啊 去上大学上南课啊 熬就回家睡觉了的 我爸爸妈妈给这么多钱啊 我都没有好好利用我的大学的时间了 啊 现在啊 我也都来不及了咯 所以auntie啊 不想你们像auntie一样咯 后悔的太迟了咯 啊 这一集就到这边先了咯 我们下一集再见啦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WNS